Hello 大家好 Windows盘满了之后主要扩容 这里主要是指着C盘 C盘里面 满了之后会导致电脑运行变慢 有的时候因为C盘 容量分区太小了 有的是因为使用9和C盘的零食文件太多了 还有就是因为装太多的软件了 占用了不少的空间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如何处理呢 首先 最常规的办法就是扩容 扩容就可以使用 磁盘管理工具来扩大C盘的空间 但是这里要注意 例如是可以直接来扩容的 所以这里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Windows系统内置的磁盘管理工具 可以帮你管理你的磁盘 包括扩展区 缩小区 格式化分区等等 通过磁盘管理工具 可以扩展分区 但是首先需要 先删除消灵的分区 那就是关键点 就是说 你那个 后面的分区必须使未分配的状态 如果你后面的分区 是分好的区 那么 当前那个分区就没有办法扩容 所以要想扩容 需要先删除相邻的分区 当然 大家不能直接去闪 先要把相邻的分区里面的 数据 先找个地方把它给拷贝出来 之后 才能 把它给删除 走进行扩 进行扩容 首先打开磁盘管理工具 键盘上 可以 按主合计 Windows加 或者是 所有Disk MGMT.MSC 或者是就下角 开车按钮选择磁盘管理工具 这些方法都可以进到 磁盘管理工具里面 一来周 你会找到删除要恒定的分区 比如这里 要将 地盘合并到C盘 需要删除地盘 右键的单击D 然后选择 删除券 接下来 右键单击要合并的分区 然后选择扩展券选项 扩展券的向导 接受默论的选项 也合并 也合并到Windows的 分区里面 这样 从磁盘管理工具 比如说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 你需要 先把 相邻的那个 分区给 删除掉 所以你才能 把C盘进行扩容 按这里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并不要直接删除 而是想要把 数据给 找个地方备份 这时 就是说 你是逼不得已 在情况下 你是 虚有过容 那么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 谢谢